剩下的就是神像的血实了 这就是埃及的女战神 她的名字叫塞赫梅特 你看这小肚皮的血实 是不是特别像女性 母狮的脑袋 女人的身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雕塑呢 其实她原来是埃及的战神 从这儿呢 我们也想告诉大家的什么 就是宗教的变化 这种宗教咱说了 就是把大家的力量拢到一块 同时干一件事 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 宗教的需求也会变化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她曾经是古埃及 上埃及的女战神 为统一的时候 说是太阳神的眼睛所画 特别能打 专门杀太阳神的敌人 以敌人的鲜血 作为自己的饮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每次看到这儿 我就想起来了 难道吸血鬼就是她的后代吗 是不是这样看历史就更好玩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上下埃及统一了 不需要她打了 怎么办呢 同志阶级把神话就改变了 说太阳神觉得她太暴虐了 杀人太多 不好 因为不需要打架了 就用石榴枝染红了一壶啤酒 骗她这人血喝下去 睡着了 太阳神伸手进入她的体内 把她的暴虐神经 拔出来了 就变成了一只猫咪 下埃及的女性守护神 性爱守护神 家庭守护神 是不是变了 但是到了十八王朝时期 这种造像 大量的出现了 为什么 咱们不说了 这小哥为了打仗吗 在他的先代 也是为了打仗 就树立了这种像 同时神话又变了 为了征战一族 太阳神把暴虐的神经 装回去 她就又变成了战争女神 同时呢 也变成了驱赶瘟疫的神 像不像 我们有些理论 雷锋书一样 革命的螺丝钉 哪里需要哪里变 咱们是主角 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其实宗教也是根据 统治阶级不同的思维 在变化的 举个例子 中国宗教里边 也有这明显的例子 问大家个问题 西王母听说过吗 他老头叫什么 要是游王大帝 我就不问你们了 能猜出来吗 小伙子 西王母 西王母他老头 他老头 那个道教的 对道教的 那天有个姑娘告诉我 是周牧王 我说你鬼吹灯看多了 鬼吹灯里边 周牧王是去找西王母来着 好 他的名字叫东王公 记住中国是道教文化 是儒家文化 一定要平衡 有东就得有西 有南就得有北 所以他老头叫东王公 但是东王公的职能 到了汉代以后 我们不再需要了 慢慢淹没在 历史长河里 是不是和这个 也能对应起来 就是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现 不需要的时候 慢慢把你淡化掉 为的是什么 让大家极力 把所有人的力量 集中在一起 咱把这件事干成 这就是宗教起的作用 其实宗教和政党 干的都是一件事 对吗 什么事呢 就是让你们乖乖的 把你的剩余价值拿出来 供奉着 有思维 有头脑的人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这是宗教政党 一样的东西 不多说 自己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要没有剩余价值 你怎么过下去 要都是大平均主义 你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